动物摄影师温芳灵长期在台北市大湖公园观察鹅鸭, 发现三年来失踪鹅鸭多达24只, 今年诞生的两只幼鹅, 一只重伤死亡, 一只不顾失踪, 他怀疑有人虐捕, 上网悬赏一万元照线索, 报警判究出凶手, 温芳灵受放说, 今年5月, 两只小鹅在大湖公园出生, 命名为大宝及小宝, 鹅爸妈努力三年, 好不容易生下幼鹅, 轮流熬夜警戒呵护, 感情浓密就像人类的家庭, 他表示, 隔月小宝被发现瘫痪在草坯上, 想游泳却泥水, 消防队出动船艇救援, 送医急救不治, 兽医判定脊椎受虫肌断裂导致下肢瘫痪, 上月底大宝失踪, 鹅爸妈言胡暗呼喊, 拼命寻找孩子, 焦躁说主人听不懂的鹅语, 看了很心疼, 他说, 大湖公园的鹅鸭因为人类气氧, 有十多名志工照料, 三年前他加入志工行列, 当时计算有9只鹅及17只白鸭, 扣除动宝处带走数量, 陆续失踪多达24只, 目前仅存三只鹅及两只白鸭, 温芳玲在脸书胡蒙妈妈开奖粉丝专页贴文, 至这已是两个月来第四起鸭鹅失踪, 曾有人目击一名中年男子代调于网络鹅, 他怀疑有惯犯, 希望网友提供线索还原真相, 贴文指出, 鹅爸妈的反应令人心碎, 这个恶徒或许只想满足口腹之欲, 却深深伤害所有志工的心, 更破坏鹅家族的希望, 以你们对待动物的恶行, 加倍的恶报回到你们身上,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表示, 上月底受力报案, 因大湖公园内的监视器, 由市政府公园路数管理, 警方并无权限, 经行闻公园处刚取的画面, 正在过滤检视, 若掌握对象将通报动宝处, 认定是否依动宝法纠办, 幼鹅大宝及小宝在大湖公园出生, 因为鹅妈妈身旁, 图温芳林提供, 分享, 大湖公园志工发现幼鹅小宝瘫痪溺水, 请消防队出动船艇救援, 图温芳林提供, 分享, 大湖公园志工发现幼鹅小宝瘫痪溺水, 送医急救不治, 图温芳林提供, 分享, 动物摄影师温芳林上网悬赏一万元, 希望揪出虐捕大湖公园鹅鸭的凶手, 图温芳林提供, 分享, 大湖公园志工观察鹅鸭树栏锐, 怀疑遭人虐捕, 图温芳林提供, 分享, 两只幼鹅在大湖公园出生, 志工照料观察, 去明大宝及小宝, 图温芳林提供, 分享, 大湖公园志工发现幼鹅小宝瘫痪溺水, 送医急救不治, 图温芳林提供, 分享, 大湖公园志工观察鹅鸭树栏锐, 怀疑遭人虐捕, 图温芳林提供, 分享, 大湖公园志工发现幼鹅小宝瘫痪溺水, 送医急救不治, 图温芳林提供, 分享, 大湖公园幼鹅小宝出生不久, 躲在鹅妈妈语意下, 图温芳林提供, 分享,